9月2日晚,杨紫更新某社交媒体,一张哭戏剧照,各位香蜜女孩们注意了,又要开虐了,杨紫更是简单明了的概括这种感觉。 有一种虐叫做哭掉睫毛的虐,香蜜沉沉浸如霜,已经接近外生了,而最近的剧情,不需要过多的话语概括,单单一个虐字就足以概括,之前的甜蜜都是为了现在的虐心做准备啊。 眼睛不变颜色的紧密,春华秋式的虐心情节,许风雨碎河的昏许,一环扣一环的虐心,将观众们在屏幕前善良力下,更由观众调侃,毛不易的插曲一出现,就是最虐心的情节。 小蜜女孩们听到这个插曲出场,就会十分恐惧,简直是毛骨悚然。 这样一个新颖的解释,引起了杨子和毛不易的关注,两人开始了商业互讨,毛不易说,这是因为杨子虐得太狠了,杨子词夸杂是毛不易唱得太好,看来迎来虐去,最虐本还是观众啊,香蜜粉们才是入戏最深的。 最新的剧情是紧密与洛宇的对峙,原本就心如此灰的紧密,发现过往的一切都是洛宇的阴谋,更加痛苦不堪,接近崩溃的紧密今晚更加虐心了,怪不得杨子要刷出一张,磕掉睫毛的剧照。 这是在提醒观众今晚的剧情是前方高虐啊,这样内心的剧情,让不少观众面对杨子时都是以泪洗面,还好这样热的剧情不是在杨子和秦俊杰分手时播出的,要不然就是虐张家热。 虽然当时秦俊杰和杨子分手了,但是至少在剧中,紧密和许凤是十分甜蜜的,还算是有点安慰。 不过,杨子今天在某社交媒体上点赞的一条的动态,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。 杨子点赞的是一条关于唐一心和张若云温爱动态的报道,唐一心和张若云一起现身机场,还身穿情侣装,甜蜜牵手,十分恩爱。 这是两人被传领证后,首次同框被拍,经历了八月分手季,网友们纷纷将希望寄托在唐一心与张若云身上。 这段爱情旅一定要挺住啊,前游锦伯然与妮妮,坎青子,玉记凌晨,马思纯和欧侯,杨子与秦俊杰,这样的一连串分手,让网友的小心脏都受不了,唐一心与张若云身带重任嘛。 杨子点赞这条动态也让粉丝心疼,虽然允许杨子只是单纯的祝福,两人如此甜蜜,谁都会忍不住送上最真诚的祝福。 不过,刚刚的分手的杨子,还是会有一点难过吧,这个哭掉睫毛的虐,究竟是锦妮还是杨子呢? 之前,杨子和秦俊杰,也是非常被看好的一对,没想到还是没能走在一起,现实版的虐心啊。 不过,紧密与世奉是好事多磨,相信杨子的感情也是这样的,日后定会有真爱,祝福杨子吧。